要不要講一下今天的心情啊 就是 年度的專輯 就是我就是又問公司一個老問題 就是說這是真的嗎 因為我其實 覺得 沒有想過 會是年度最佳 然後 這個獎其實對我來說有一點 彌補了之前可能其實 其實之前發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那時候就自己內心默默的想說 能不能藉由第一張專輯 然後也是獲得一些獎項之類的 但是其實到目前為止 拿的這個年度最佳專輯 真的算是我得過 名字頭銜上 哇賽是冠軍欸 所以覺得 我也是當了冠軍啊 但是真的沒有想到啊 就是會想說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又是 什麼投票啊之類的 但是好像不是 就真的是 很很很很確實的數據 所以真的是謝謝大家 剛剛有說到自己去KTV啊 對 對 我會 制止別人點我的歌 因為他們每次唱不上去 就叫我唱啊 然後可是你們也知道就是 我覺得歌手會有個病 就是職業病就是 你會想要聽到自己聲音聽得很清楚 但是KTV的麥克風比較美化一點 所以你就沒有覺得說 我就會聽不到自己真實的聲音 我反而在KTV唱歌 每唱必 必呀 就是我如果隔天有工作 我是不可以去KTV唱歌的 我會發瘋 因為就是唱 飄像北方那種嗨歌 真的會發瘋 所以 然後別人點我的歌 我就會覺得 我會翻白眼 因為 就是唱不來的都叫我唱 然後我平常都已經在唱了 對 他們有沒有自在典禮哪一首歌 就是一個人想著一個人啊 一個人還是想著一個人啊 就是歌名都很長的那些歌 就是剛那個榜單上那些搭句的歌 然後最近當然就是 你離開他了嗎 這首 因為我的歌比較多是抒情的啦 然後 當然有時候他們也是會點一些可愛的快歌 然後 就是 逼大家動起來 可是你知道 比如說前面是謝金燕的歌 後面是黃明志的歌 然後中間夾一首黑框眼鏡 我說你們不要這樣搞啦 就是 所以我覺得其實自己 呃 就這也不是 應該是說我是真的覺得 自己的曲風 可能也可以往就是 KTV可以唱嗨歌的方向前進 我自己去KTV是會 那剛才說 所以你在KTV會有職業病嗎 要帶動氣氛還是什麼 呃 不會我在KTV裡面 反而就是 能夠不要被cue到 就不要被cue到 因為平常工作就是唱歌了 然後 從以前是素人的時候 很喜歡跑KTV 所以到現在反而就覺得 呃 就是 就是 只是陪朋友去 但是 那個職業病是 會想唱得很好 太認真 我還在那邊 腳在那邊壓那個音樂 就沒有這樣 就一個 帶那個ear monitor去 最近在劇中穿上婚紗 是 在劇中穿上婚紗 那天 哇 那天其實很累 就是拍 就是 呃 我PO的那個文章之後 很多歌迷都叫我 把自拍照拿出來 但是其實我那天 真的沒有拍任何自拍 因為就是 那天太累了 然後 披上婚紗 我很無感欸 因為我知道我在工作 所以我就會很理性 然後 呃 可是在走 從那個教堂門口走到 就是走到 要 說誓詞的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有 那一段小路 我有 幻想一下 如果前面站著的人 是我的 老公 我會怎麼樣笑 然後我看到那個預告 因為我 那天拍我沒有看 回放嘛 看了預告 我想說 原來我是這樣笑是不是 還蠻美的 她說會想到那個人的臉 有出現是長什麼樣子嗎 目前 很模糊 我希望是 可以有如偶像劇的男主角的臉 哪一位偶像劇男主角的臉 都可以啊 唉唷 不能講啦 就是以前講的那些綜合 起來 最好 很貪心 哪一些可能在幫大家重複 唉唷 我很怕 我很怕被 好 不要罵我拜託 我 胡歌啊 恐流啊 呃 還有誰可以講 砰砰砰砰 啊就這樣 哈 配置2018的新的期許是什麼 新的期許 我希望自己可以更 呃 更自在 就是然後 呃 我可以 更 更不宅一點 我2017真的非常的宅 就是一個演唱會 就把我搞的就是 精神壓力太大 然後自己覺得 其實要更 跟工作相處 要更 輕鬆一點 呃 也希望自己在 演員的身份上 能夠更被看見 而不只是 永遠都是 呃 某一 某一個劇種的 代表而已 所以 我希望自己能夠 真的在35歲之前 在事業上拼出一個 非常 好 好跟穩定的成績 因為2017以前啊 你都 你都露一個肩膀 是 那你會知道 2018以後 尺度會很大 對啊 我不只露一個肩膀吧 我還露過背 然後還露 還穿過平口 我覺得我是一個 為了工作 就是 就是 基本上 大家印象都不深了 還是說要尺度再大一點 印象都不深了 因為你不是說你要那個 不要那麼窄 走出外半去海邊 穿個比基尼拍個照這樣 2018就要比基尼喔 對啊 可以先 你先試想一下 2018尺度可以到多大 尺度可以到多大 我覺得我尺度已經滿大的了 好好好 那不然就馬甲線之類的 可以嗎 可嗎 我 有喔 說起來的時候有 現在不行啦 現在最近 最近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 對 就是 相約下一次大家看到你的時候 你就是 下一次 沒有就是 還是要有重要場合啦 就是 該拿出來的時候 會拿出來 那你現在可以示範一個性感 假裝裝馬甲線的那個表情 我現在 我 我 如果是我的個性 我露馬甲線可能不是性感 我會 打假線要怎麼性感 我不會 我不會小氣 這樣子 所以現在這樣專輯要挑戰嘻哈 風嗎 就搖滾嗎 會 會 覺得要挑戰不一樣的樣子 可是 我沒有設限 不過我私下的確是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 聽嘻哈 聽 就是最近這些很流行的東西 我覺得 我自己也滿喜歡的 然後如果 我其實之前演唱會提過 說我要唱Rap 但被公司說 我們先不要那麼大膽 然後 先把歌唱好 我之前是提過啦 有沒有下來 練好的一兩句 你可以唱一下Rap 就我這樣 像飄向北伐 你剛剛不是很常唱的嗎 我只會唱耶 我不會Rap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我飄向北伐 噔噔噔 完了完了 有什麼 叫上古老的城牆 擋不住右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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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這樣 好 這個 對 我會練好的 好